我覺得這個還蠻有意思的 就是在這個關鍵 據說要開打倒數的這個時刻 邵伊古來了 邵伊古不是自己來 還帶了一個團隊 當然今天很多人在講 聽說他那個團隊是分批來的 不是坐在同一個飛機 這樣子分散風險 到底飛什麼路線呢 那伊朗總統當然就講 雙方要深化這個戰略夥伴關係 還有邵伊古來不會是兩串交吧 他是不是帶了一些應援 帶了一些先進的雷達 據說跟防空系統 已經開始運送 答應了這個伊朗軍援的要求 還有一個就是以色列的軍機 飛越了黎巴嫩首都的上空 那在這裡呢 我看到了很多軍事迷 講了細節 據說是這個五代戰機 隱形戰機 為什麼會有這麼大的音爆 這個音爆是故意的 就怕你不知道 認為有可能是美國的F-22 在這個黎巴嫩首都上空示威 所以亮哥覺得呢 還是一個雷聲大雨 點小小的概念嗎 邵伊古來幹嘛呢 當然是李尚王來啊 因為上次俄乌戰爭 伊朗協助他無人機嘛 後來伊朗跟俄羅斯還合資 成立一個無人機工廠 而且全部寄轉給俄羅斯 所以因為納坦雅吳很囂張啦 他說伊朗如果真的要反制以色列 那不排除他先打伊朗 所以他把話都講出來了 那伊朗當然要做一些防空的處理吧 還有先進的雷達 所以我覺得俄羅斯大概也不好提供攻擊性的武器啦 因為俄羅斯內部猶太人也不少耶 所以就是點到為止 不過這個現在是這樣啦 因為今天已經第三天啦 他說72小時就要攻擊 那現在沒有聽到聲音 因為伊拉克那個是在伊拉克境內 那顯然不是伊朗打的 那目前是這樣就是 因為伊朗上次四月敘利亞那一次 他攻擊前有跟美國以色列打招呼 所以那次顯然就是形勢上過水而已啦 那打到的目標是以色列 那個邊境的一個軍事基地 那平民沒有被到攻擊 這次也會過水嗎 沒有 現在沒有任何的預警 而且現在對外的說法都是 不會只有伊朗打 建築黨登中 建築黨也有 夜門胡塞武裝也有 大家會約好然後群起攻擊嗎 沒有 因為他可能 因為你如果從伊朗發射 比較容易被攔截嘛 因為距離比較遠啊 有一千公里耶 因為上次 上次美國事實上還借用了約旦啊 蘇地阿拉伯啊 那攔截設備來自美國英國法國都進駐 那我覺得這次以色列去暗殺哈尼亞啊 他已經得罪所有人了 現在大概只有美國挺他啦 其他國家都不想介入 所以有大陸網友留言喔 說伊朗又來了 就是這個舌頭很硬 拳頭很軟 會嗎 如果這樣他就很丟臉喔 因為蘇萊曼尼你也這樣 哈尼亞你也這樣 那這個老大哥恐怕就吹牛吹破啦 所以我認為 這次觀察點是有幾個啦 第一個就是 他沒有預警就打 那沒有預警就打 攔截率就會下降 因為上次的攔截率超過百分之九十六 那以色列就會遭到比較大的重創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就是鎖定的目標 會不會不只軍事基地 那這樣就嚴重了 他有第三個 你是不是只打一天 我認為這次不是只打一天 因為我認為 他現在已經擺明了 因為以色列有一個弱點 雖然你跟他打你打不贏他啦 可是以色列的那個國防軍 只有十六萬九千五百人 他的人數只有十六萬多 因為他畢竟是個小國嘛 那第二個是鐵窮的那個防空系統 他的飛彈是有限的 所以你如果不斷的打不斷的打 他會用完 他會用完 他的鐵窮系統的飛彈會用完 所以上次不是美國 趕緊幫他加做鐵窮的飛彈嗎 那個鐵窮飛彈一枚要八萬美金啊 所以以色列也不是亂打 可是上次伊朗打了三百多枚啊 所以他也用了不少 所以我認為伊朗搞不好 這是要給你搞消耗戰 那你就很麻煩了 就一下從我胡賽武裝這邊打 一下從伊拉克打 敘利亞打 一下從黎巴仁珍珠島那邊打 那一下從伊朗打 那我都不告訴你時間 那你就看著辦吧 那如果這樣就會很麻煩 因為他這次 惹了一個馬蜂窩啦 因為我們知道那個北京宣言 之前周邊的阿拉伯國家都有參與 而且有四個國家說要出來當監督嘛 所以他們就覺得你幹嘛打 把打死哈尼亞 事實上阿拉伯國家已經有一種懷疑了 就是以色列事實上是配合美國 把北京宣言給打壞了 就是他事實上有一個戰略上的設想 就是不要讓你北京來主導 中東的和平 可是你這樣你沒有對策啊 因為你現有的加薩和平就只有這個可能性啊 你這個哈尼亞不可能沒有角色啊 不然哈馬斯為什麼要跟你和解 所以你現在等於是把加薩和平的一個最重要的人物給殺了耶 你去想一想你這個得罪多少人 所以連歐盟都有點生氣啊 所以他現在大概全世界只有一個國家挺他叫美國 所以美國現在比如說他要用約旦啊 沙烏地阿拉伯來攔截飛彈啊 那沙烏地大概就說你美軍自己去搞啊 你不要找我啊 我覺得可能會變成這個狀況 那如果這個變成一個消耗戰 搞下去啊 這個我真的事情很難料啦 因為以色列他的國防軍只有16萬多喔 你如果真的要跟那個 黎巴嫩珍珠黨好好幹一架啊 黎巴嫩珍珠黨五萬人耶 然後他手上的飛彈有15萬枚啊 他也累積了很久了 那一般估計就是以色列至少要死三個五千人以上啊 那這個對以色列就是 蠻大的傷亡喔 因為他事實上國防軍只有16萬多啊 那甚至有人說 你如果目標是要把貝魯特都打下來啊 那可能要死傷1萬人 哇 所以不得了大戰一觸即發喔 但是你看到這個以色列戰機 音爆巨響飛越這個貝魯特上空喔 這個操作也讓大家驚呆了 就是一個這個警告示威的意味十足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KS皇家呵護 輪會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協會認證 高品質的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好氣色 呵護您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blow your care 好 你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